我们今日是宋介感恩我们在此呢 对我们给我们生命滋养我们的热量蛋白质 维生素脂肪酸直化素微量炎素 原来这些都是要让我们身体里面熬合最好的酵素 但是这些酵素呢在我们的人体里面 它透过运动阳光空气水 它可以熬合成人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的机制 这些机制就是我们人类俗称的物理化学变化 也就是爱因斯坦说的一等mc平方 所以它的能量也就是随着你的意念 你的意念叶正向 你所吃的食物纵使是有毒 它就可以透过物理化学变化 累积到一个密度之后 就开展成你自己可以作为解形 觉知觉醒觉悟 最重要的物理化学的工具了 我们再回头来说的话 表示我们平常有正心正念八正道的观念 所以我们将人的习性 别人的种种不良习惯 我们往内去找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毒 它就会成为我们身体里面因为 因为复复得正成为我们身体里面最好的物理化学的酵素 只要对方是对的 是正确的 是如法的 我又恭敬地去赞叹它 又效法 又我们同聚在一起 形成更大的共振 这就是N四方 所以华严经告诉我们 10-37-58-09-6-38-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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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样在一个时空里面 我们将自己能够将食物 将人将事将物提高到最高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欧拉所说的不可思议的 我们所有的N四方又重复 从N四方更深更广的能量 就回到我们的团体 回到每一个自身了 那假设我们每一个人 里面当中就只有 一个自三个很正向 可是呢 大概百分之 七十 百分之七十 全部都是副相的 但是你就是 如何在此刻当中 跟它的副相 不再受我们的影响 反倒看自己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共振 将你将外面所看到的副相的 转为内在的好的效素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直指跟电子 我们将所有的直指电子平衡 就是外面的副相 我们用感恩慈悲的心去转为 就成为我们内在的这个叫做 负负得正的效素 只要对方表现的太好了 我们用恭敬的心 我们用学习唤醒 又大众集体共振的话 它就恩四方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 今日最重要的告诉我们 吃的食物的当中 不要认为有机 你的心是因为你有病 所以你要吃有机 所以它这个地方叫做 负正还是负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将所有的食物 转为我们自身的 因为我们要先理解明理 接下来我们要透过 从自身明理之后 一切转为感恩 假设外面的食物跟人 它是正向的 食物是好的 再加上你的本身 是用恭敬食物的心 恭敬人的心 它就会变成恩四方 加开恩四方 更不可失一了 所以佛叫做万法唯信 我们今日呢 用这一颗心 清净 无悔 我们用感恩 我们用喜悦 我们要让 所有的物理化学变化 成为我们人类的滋养 叫做什么 智慧 以上就是 佛陀为什么 透过明理之后 他所有的疑问 就透过静坐 禅定的时候 所有的妄念幻象 了解到神通是副产品 但是我们也了解到 它是一切有违法 如梦换炮 如露一如电 阴坐如是观了 所以相对的 总而言之 我们得正 刚刚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们如何将我们自身里面的观念 先理清了之后 外面的变化在怎么样子的可怕 像续菌病毒 像我们现在所有的环境荷蒙当中的 悬浮力质 只要你明理了 明理呢 它还是在外面影响 但是你内在已经是用感恩的心 去包容它 去理解它 这就是转为正向的 只要你看到整个宇宙 因为我们的观念对了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去 研教 深教 去影响 让更多的人都成为一个 巴正道正向的 那这个世界就形成一个和谐 那宇宙就和谐 那人类就完全扬生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 一个叫做集体共振眼理 这就是在 《觉灵菩萨计划言经》里面 让我们理解到的什么 万法为心 心在哪里呢 心在每个当下的人事物 行住坐卧 我们任何食物都可以吃 因为你观念对了 再不好的食物 因为你的观念对 它就会变成好的酵素 但是你知道呢 所有的食物不要放太久 因为现在所有的续菌 还有呢 很多的食物呢 它有农药 但是呢 因为现在每个人的意识觉醒了 所以我们就会降低所有的化学成分 所有对人类有毒的 那每个人呢 观念都正确之后 大众就集体起来 形成一个共振 这就是万法为心 这就是佛法要传达给我们的叫做佛法身 以上我们用CHO 一个人的思维 正心正念 以正见当中 再将自身的正见 再配合觉悟的佛陀的经历论 我们再来好好的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以言教 深教 这就形成一个真正的CHO 神经元 大脑 思维 观念 集体共振 创造十项世界 极乐世界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这就是佛法的不可思议 这就是觉悟的人走过的方法 印证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可以缩短时间 这就是叫做印证 感恩 我们感恩 我们世尊 虽然2565年 但是它带来的是人类 从黑暗当中的一盏明灯 我们一定要清楚 我们要觉知 更重要是慈悲当中的大爱跟大愿力了 一切给所有万幸万灵 蒙佛加批 回到当下的净土 集体共振 圆满涅槃 回到我们本剧组的 无来无去的心境 喜悦 智慧的国度了 祝福你 以上所有的 以缘 我们用感恩的心 我们感恩CHO 印证团队 一切平安 功德 大回向 十方法界众生 白净旅行者 其中地址 所有觉醒者 感恩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